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味食堂,我是老李 老李今儿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好吃的 家常版的羊肉扫子面 营养丰富,秀色可餐 上手操作还特别的简单 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好,我们按步骤来 首先准备好食材 羊肉500克,最好是羊后腿肉 北豆腐300克 口感相对来讲更厚重一些 然后香菇口馍都可以,150克 西红柿200克 红萝卜和白萝卜 各150克 把萝卜切成一米间方的小丁 然后呢,盛盘,备用 胡萝卜也是这种操作方式 盛盘备用 西红柿可以切的更小一些 这样炒的时候呢,更容易激发它的营养素 香菇也是这样 左一个丁,右一个丁 可别烦啊 食材很多 就是这样 切豆腐精的时候呢,各位注意 轻一点 因为豆腐很容易碎 中间我们说说切羊肉吧 因为切羊肉呢 我呢是喜欢切大一些 一般我切羊肉都切两公分左右 块大进嘴里,它过瘾呐呐 口感好啊,它解馋呐呐 不信啊,不信,您就切一试试 都切好了,大家看 哎呀,多漂亮的颜色呀 我想用秀色可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吧 食材都准备好了 辅料也别忘了切啊 葱姜都切好 我们马上就热锅倒油 这时候就用上葱姜了 进锅爆香,翻炒以后 马上我们就下入羊肉 羊肉翻炒出香味以后 进行调味儿 两汤匙的这个生抽 一汤匙的料酒 然后呢,还有稍微烧去的鸡香粉 来进行去腥 提鲜 然后倒入西红柿了啊 西红柿先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朋友找到红萝卜油 能够充分的激化 就行 马上看见就有红汤了 红汤出来出来出来 大家看红汤已经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把红萝卜白萝卜香菇进去 翻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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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翻炒五分钟 让食材充分无需 这个时候呢 倒入我准备好的肉汤 如果您没有肉汤的话 就可以倒入开水 但是一定要是开水啊 一定是开水 凉水的话会把肉积了一下 这口感就不好了 然后呢 大火炖煮十五分钟啊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以后呢 下入盐 最后把豆腐铺在上面 再接着炖煮五分钟 起火 这个时候的话 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最后 我们撒入香菜末 增色 提香 然后放在一边 准备什么呀 盛面啦 好 面也出来了 锅条啊 北京话 就是从锅里边直接挑到碗里 不过水 这时候我们开始浇灶子啊 浇灶子 一般人 我觉得不爱喝汤的呢 是一勺稠的 一勺稀的 我呢 属于爱喝汤 就是一勺稠的 两勺稀的 我们家这一锅扫子 有一半烫的 让我给喝了 哎 上桌 愿意吃蒜的 可以来碗蒜 愿意倒醋的 可以来点醋 我是还爱隔辣椒油 这时候就不客气了啊 我先得着了 哎呀 您就听这声吧 这道菜呢 其实就是装满了 我对妈妈的一份怀念吧 也是妈妈原来 最拿手的面试之一 庆重了对我的爱 我今天把这道菜 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把这种健康 和怀念带给大家 这里是回味食堂 我是老李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儿见了